上期讲爆破蛋传说的时候 我发现大家都有的故事不是特别感兴趣 反倒是我跟爆破蛋对话很感兴趣 那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呢 我也只能抓紧更新了呀 谁要我这么爱你们呢 好了啊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教学了 首先还是打卡开发整模式 这一回我们不点生物 点剧情 添加 创造 然后我们先选择有个生物啊 这个范围就很广了 谁都可以啊 这位我选择了一个稻草人 然后点击剧情对话 上面大的位置是他对你说的话 下面是你的回答 咱们还可以多试制几个回答 这样可以让剧情多样化 点击不同的对话可以选择不同的结局 比如说点一就是继续下一个对话 点二就是跳转其他对话 点三就是终止对话 点四就是接受任务 任务可以编辑名称类型和任务 我设置这个是打击 任务完成之后还可以收到奖励 这些设置完之后 退到剧情界面 把出发目标也设成稻草人 上面还有前置条件 也可以设置 像设置任务一样 几点到几点才可以接受任务 时间到了没有完成就算失败 还可以设置拥有道具 只要你收集某样东西到一定数量 才可以出发任务 这样我们的剧情就全部设置完了 让我们试一试吧 看 点一就是下一个 点二就是跳转 点三就是结束 点四是 我刚才的任务好像没保存 等我一下 这回就好了 大家不要总学我妈糊糊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大家学废了吗 别忘了点关注哦 妈妈的